不管對方奮力抵抗 強拉女子進入廁所 紐承澤多年參與的短劇 如今卻應驗了他的真實人生 警方受理性侵案件 對方直指加害人 就是知名導演紐承澤 紐承澤涉入性侵案 生已超過24小時 原本要到北檢 說明也臨時喊咖 他的好友李烈 晚間現身他的住所 要他趕快接受調查 神情凝重快步坐進轎車離開 李烈多次出現在紐承澤處所 透過勸說要他出面解決 事後本人也在臉書作出回應 強調排山倒海的壓力 讓他無法入睡 精神狀態不太好 說自己不會逃避 會承擔責任 將於7號早上8點半 主動前往大安分局 說明事件經過 他會從這裡走 他不會走偏門 因為從這裡離開 他會勇敢面對 他絕不逃避 被害人控訴 他在加入劇組後 紐承澤多次對他現殷勤 還說自己不會蹭人之為 想不到酒後卻粗暴性情 導致被害人下體 多處撕裂傷 事後鬥倒多次 傳簡訊道歉 還鬥過公私 希望和對方和解 但被害女子已經是身心受創 案件曝光前 網路早有傳聞 某電影大導演性侵 女助理 再一次道歉 對不起 紐承澤正義不少 拍攝軍中樂園時觸法 遭判兩年緩刑 承出他壓力過大 透過酒精和性來逃避 好不容易生活 看似步入軌道 芯片即將推出 又爆出性侵遺允 讓自己再度跌入深淵 解台北綜合報導